所以先生知道 这其实骑车上路 真的不要随时用手来滑手机 还继续的骑 但是连警察也不知道吗 来看看 这是网路上出现这样的一段画面 是远景骑警用的机车 而且整个这样行驶时 红灯的时候 它也变成低头足了 用手指来滑滑滑 这样子也触发了 网友就迟疑 难道警察带头违法吗 远景穿着制服 骑着警用车在路边等红灯 不知道红灯是不是太久了 警察怎么成了低头足 认真划着手上东西 就让一片PO上网 民众质疑警方公然违规 这个个案是在新法实施之前 所以没有违规的问题 那每一个个案 如果没有特殊的状况 或明文例外的规定 警察人员与民众一样 都要遵守 其实画面中远景不是在滑手机 而是警用配备N Police 而且被拍到当天是去年12月31号 取缔第一头足上路前 民众观感不好但不违法 但元旦开始很多习惯都得改了 开车行车迷路时 想使用卫星导航 提醒民众一定要把车停在停车口 或者红线黄线上才能操作 否则都会被开罚 取缔第一头足范围更广 手机不行 驾驶依赖的卫星导航 行驶周货等红灯同样不能操作 笔电禁用 平板电脑也禁止 不止民众远景也得遵守 元难道1月3号为止 光台北市已经开罚121名低头足 提醒民众要快点改掉坏习惯 中天新闻刘世伟周瑜如台北采访报道